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必须加入六个符号来分析一下 首先先找主词动词 这没问题 you should look 你去看 你应该去看 看什么 看这些脸 at the faces 这就是我们的一二三 主词动词 分个线之后 介绍一个第三个字 这是英文的基本观念 一二三 带带出来的东西呢 就是用来形容加油添醋的 形容这些脸 这些脸是什么样的脸呢 which 会去指的是这些脸啊 are 是 是怎么样呢 dear 是亲爱的 这些脸是很亲切的 很亲爱的 对谁而言是很亲切的呢 to you 对你是很亲爱的 很亲切的 也就是你的亲人好朋友的脸 你应该去看看他们的这些脸啊 这是当年海伦凯勒说的一句话 因为他自己看不见 所以他多么的希望他能够看见 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这些明眼的人呢 说你们要珍惜你们的眼睛 去看一看你们附近周遭你所亲爱的人啊 这句话真的是很有意义的一句话 所以呢 这句话 本来应该是后面有个形容词子句的 那么这个子句呢 which which可以被省略掉 所以which会不见了 而呢 在英文里面变成了分词 变成being bng也可以进一步被省略 所以这两个字就被省略掉了 所以就留下了dear to you 他虽然省略掉了 which are dear to you的意思 仍然是一样的 所以要后面翻译前面 对于你来讲很亲切的脸 你应该去看一下 这才是他原来讲的意思 而绝对不会是亲爱的去你的 这样子的莫名其妙的一个用法了 所以要学英文 其实就是学英文的句子 英文的句子就是单字 加上文法结合成一个一个的句子 各位如果把单字查出来 或者是把它背下来 当然你一定要有声音 这是我们的六个方号一只 这一个希望大家做到的事情 否则那英文将来记不住用不出来 可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必须要具备 英美人士的思考方式 而这个思考方式 其实就是英文的文法 像我刚才分析那句 就是先找到这一二三 前面那三样东西之后 这叫做前三 前三就像一个人先出来一样 然后呢 我们再把后面的加进去 后面的就像衣服 用来加油添醋 把句子说得更清楚 所以一个句子 你会看到这样子的东西 密密麻麻 虽然每个字 你也许都认识 你一定要理解它的组合的方式 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一个 由形容词子句 改成了后来的分词句构 本来是which are dear to you 这样子的用法就变成了 dear to you 好那各位朋友 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 希望跟大家介绍的 那这个英文的文法好复杂哦 这个在学校里面大家都学了半天 真的有学没有懂 就算是有懂 也不一定能够帮助英文的运用跟学习 所以六个符号英文法 就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们知道思考你一定要建立 建立就是要学文法 可是文法好难呢 那我们就用简单的六个符号 来学英文 这六个符号 就是这么简单的这六个记号 就能够贯通英文全部的结构了 能够懂了英文的结构 就是把英文分成了一小节 一小节 那大家一看就能懂 一懂就能够记得住 进而缩写 运用出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六个符号是哪六个呢 第一个就是主词 主词就是我们的人头 是前三当中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是人头 swimming 这个是身体 这个是身体 to speak good english 去说好的英文 各位看起来好像是四个字 对我而言 对我而言呢 他仍然是一个字 一个大的人头 人头有大有小有正有圆 那么英文的句子也是一样的 它的主词呢 也有长的有短的 但是不管它长 不管它是短 对我们来讲 他就是一个人头 那么是呢 my goal就是我的目标 好我们再看下一句 它就变成了it it叫做虚的主词 假的主词 代替了刚才比较长的真主词 所以我们把这个真的主词呢 掉到后面来 但是这句话仍然是说 去说好的英文呢 是呢 是什么呢 是my goal 是我的目标 那么这个it好像没有用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虚主词 它并不是你以前认识的代名词 叫做他的意思 而是一个只是来代替真主词的一个虚的东西 我们再看下一个主词 就有点难了 what a person is 这叫做名词子句当主词 所谓的子句 在英文里面就是一个 要有一个中华弧带出来的东西 里面有主词有动词 这叫做子句 子句合成一个独立的一个单位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就会变成一个独立的单位 这个东西呢 是是怎么样子呢 important 是很重要的 所以很多朋友就会看到这边 就觉得很奇怪 怎么有两个yes 其实各位再看一次 我说过这合在一起 就是就变成了一个大大的一个球 大大的一个人头 这是一个大大的人头当主词 这个yes是大的动词 然后介绍第三个字 所以我看到的仍然是三个字 而不是把它拆成四个字这样子来看 所以我乍看之下 我并没有看到这个里面的yes 我只看到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一个人是什么样子 一个人的人格如何 它的本性如何 这个东西啊 yes 是呢 important 是重要的 那么各位看到 每一个主词有长有短 可是对我来讲 它就是一个主词 那如果在深入了解 你就会发现 英文有各式各样的主词 一共是十一种 那这个就请各位深入的来了解 可是先简单的了解一下 任何一个句子 先要由主词 当然再来就是什么词 动词 动词就是我们的身体 那么动词各位就注意到 它有所谓的时态变化 主动被动 假设这些现象 也就是动词 有时候也是好几个字 我们先看这个简单的叫做 he is a good man 他是一个好人啊 这是一个简单的 现在式 is he was a good man 这是was 是过去的事情 他以前是个好人 he will be 这是未来式 他将成为将来会是一个好人 这是未来式 he has been 这好奇怪哦 病还是是的意思 不管这个is怎么变 都叫做是 所以这各位看到这四个都是是 那么has就是一直是 这叫现在完成是 现在完成是 可以表达从以前一直到现在 所以他一直都是呢 a good man 是一个好人 好那今天我们先不去花时间理解每个动词变化的状态 这个请各位看我们其他的影片来学习 这里先了解动词也是变来变去的 但是他变来变去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人的身体 人的身体有瘦有胖 也是就像动词有好几个字 但是他都是一个动词 而不是好几个不同的动词的字 有了主词有了动词之后 再来我们就接到第三个字 接受你动作的字 也就是我们的四肢 主词是人头 动词是身体 第三个就是四肢成为一个人出来 那么我们就会画一条斜线 这叫分割线 开始就一小节一小节的把句子给这个拉长了 我们来看这个分割线 he studies english 他读英文 这次一二三三个字 我们在he studies后面画一条斜线 他读英文 怎么样读英文呢 后面还有字 这就是要穿上衣服了 我们的衣服就是后面的东西 他怎么读英文呢 各位你看啊 他加上一个字叫做hard hard就是英文辛苦的认真读英文的意思 就是补充他的这个读英文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就把它画一条斜线 这叫做hard hard在对我们来讲 就是英文的一个字 再来我们看到 he studies english in his room 在他房里读英文 这就叫做片语 各位在英文里面 我们这些加出去的字啊 有四个形态的呈现 分别有字 这是最简单的 再来就叫做片语 片语就是界隙词加上名词 界隙词加上名词 in 这种字就是界隙词 房间就是个名词 合在一起就是个片语 所以界隙词的前面做分割 在房间里面读英文 这就叫做个片语 再来就是我们刚才提过的子句 他读英文 because he likes it 因为他喜欢英文 because就是带出一个子句的 一个像中华湖这样的一个手 然后有主词有动词 各位看到他有一个三 这就是一个子句 所以子句呢 也是一个分隔的地方 那么再来子句可以改成分子句构 或者是两句合并的分子句构 我们看这个地方 他读英文 这是一个句子 he has time 他有时间 他就读英文 本来这是两个句子 就是他有时间 他读英文 那么这个he 跟左边的he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把右边的he给省略掉了 has呢 就会变成了having 这就是从动词变了分词 我们就变成ing 所以这时候各位请看到 这个having 就叫做分词 分词也是一个分隔的地方 所以有时间的时候呢 他就会读英文 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记号分隔线 把英文句子分成一小节 一小节 所谓念完它 你就会记得 记得你当然才能够运用啊 那么好多朋友读完就会忘记 因为你的纯粹靠 纯粹背的 这是我们很辛苦的 所以你理解 就去念它一下 你是不用背的 你会自然而然记得 好 那现在我们再看第四个 我们称之为连接词 什么叫连接词呢 就是连接两个一样的字词 比如说he is 一二出来了 他是怎么样子呢 我们看到这个sana 里面有两个字 一个叫tender 叫温柔的 nice是非常好的 所以他又温柔又好 所以这时候是两个sana 所以我们就用and 把它给结合在一起 我们再看下个例句 he loves music 他喜欢音乐呢 and his brother loves sports 他的弟弟呢 就喜欢运动 这是我们看到 左边其实是一个句子 右边也是一个句子 中间也用一个and 不过这次的and 是连接两个句子 所以我们的连接词 有时候可以连接两个字词 有时候是连接两个句子 连接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可以让你在长的句子当中很快的看出来 各位看到下面的这个句子似乎就很长了 如果没有分个线或者是这个连接词的协助啊 你看起来是比较辛苦的 你看的比较慢 而且你看的不一定能记得住 那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 你就会觉得很清楚了 我们的任何句子文法一定是一样的 不会因为你的程度越来越好 文法就所谓越来越深 你从小学的那个文法跟你将来 学到这个参加多艺啦 雅师考试啊 都文法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字呢变成比较复杂而已啊 我们看到这句 Women have developed 那么女人呢就已经发展出来 发展出来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要找三呢 这个三就是这两个生字 对不对 然后这里也有两个生字啊 an ability跟后面的an accurate height 两个红颜色的字就是发展出来的两样东西 只是这两样东西后面又有形容 形容它的东西拉长了 那你怎么知道这里会有两个红的 是相对称的呢 很简单啊 因为这中间有一个as well as as well as也叫做连接词 叫做han的意思 就是and的意思 那既然是han 那一定han两样东西咯 因为连接词的功能就是连接两个一样的字词嘛 所以女人发展出来的第一个就是一个能力 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精确的一个眼光 那么她发展出这两样东西 这两样东西后面还有一些形容它的东西 第一个是能力 什么能力呢 to pick up pick up就是学习和理解 non verbal signals 去学习跟理解这种非口语性的信号的这种能力 这女生就比男生要强 他还有什么样的东西被发展出来呢 就是一个精确的眼光 对于什么样的眼光呢 各位你看到介细词我们就做分割 刚才这边也是介细词 就做分割 那么后面翻译前面 对于小细节的这种精确的观察的眼光 所以女生呢 这两样呢就比较强 各位你听我这样讲好像就觉得很简单 所以我们六个符号就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最大的神奇的功能 就是把复杂的变成很简单 让大家本来觉得英文很难的人开始有信心 这也就是六个符号的责任 也是我们推广六个符号的一个目的 我们看到好多的朋友本来对英文是放弃的 好多学生对英文看到是就是很痛苦 哎经过六个符号这么一代一代 哎大家都觉得自己很聪明 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因为你学你学的懂 然后你还可以马上用一下 你就更有乐趣了 所以信心加上乐趣啊 是各位学英文的这个基本条件 我们很快的再把这句话看一下 然后请各位思考 为什么这个六个符号真的是有帮助啊 Women have developed 女人们已经发展出来了 发展出来什么呢 分个线 分个线就是一小节一小节的把句子说清楚的 这样子的功能 发展出 an ability 第一个就是发展出一个能力 哎又是分个线 什么能力呢 to pick up and understand nonverbal signals 去学习跟去理解非口语性信号的能力 as well as 和什么东西呢 an accurate eye 一个正确的眼光 对于什么的眼光呢 又是分个线 for small detail 对于小的细节的观察的正确眼光 这是第四个 叫做连结词 再来第五个就叫做子句 好 其实各位我都快说完了 所以六个符号就是简单明了 马上能用啊 第五个这个记号就叫子句 子句长的就像这个样子 有一个中话胡 我们称他为一个手 带出后面 就像句子一样 主持动词 这样的一个基本观念 那么我们看到英文 平常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字 一个字 你看到的是比较辛苦的 看到的就是天女散花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清清楚楚 一小节一小节 你当然就容易学了 学完跟着一组一组的念 因为它是处理有声音 最主要是它有思考有意义 你记起来才容易啊 as long as 叫做只要 you study hard 你用功努力读书 you will get 你就会得到good grace 好的成绩 这是一个标准的副词子句 放在英文的前面 各位看到这就是子句的一个信号 再看下一句 各位看到这样子的句子 就会觉得我说的天女散花 可是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分析 你就会看到清清楚楚 好像你眼睛不好 把眼镜戴上来 哎呀怎么搞的世界就不一样了啊 I think就是我认为 就是这边的我认为 我认为什么呢 let就是一个子句 各位 let 这里有一个 后面还有一个 中间有一个我刚才给大家说的连接词 所以左右一定是一样的 所以左边一个子句 右边又一个子句 左边就是第一件他认为的事情 那右边是第二件事情 所以他认为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he is strong enough 他足够的强壮了 那本身并没有意思 所以那的不用翻译 可是他是一个手带出个子句 然后再看到第二件事情就是he is willing 他是有意愿的to face the difficulty 去面对这些困难 所以他这个认为的两件事情 就用and把它隔开来 是不是好清楚 那你说哎呀这个句子好长哦 好复杂哦 各位他还是一二三哦 i是一 think是二 这是一个三 这时候你就会问我了 这这么多字怎么会是一个三一个字呢 各位 我刚才就跟各位说过 你的字有大有小 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字 所以这里是一个字 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个字 这两个字就像刚才的连接词当中的左跟右 是不是两个字一样的吗 只是你刚才看到的是巨大的字 现在看到的是细微的字 中间用一个and把它给连接起来 是不是一模一样呢 所以懂了这些道理 你会不会觉得英文真的是本质上是非常简单的呢 所以希望我们一起回到英文的源头 英文的源头真的是很简单的 所以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 大家都很快的学好英文呢 当成第二外国语 我们也办得到 凭我们大家的聪明才智 但是如果你用原始的这些教材 那它就会变成很复杂了 我们都会变成很笨了啊 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个例子 she is the person I admire 这个时候啊 其实who是被省略掉的 那么我们也来看这句是什么意思啊 she is他是呢 the person 他就是这个人一二三 我们看到这标准的人头身体跟视姿 所以英文呢 不要以为简单的你看得懂 到了复杂你当然是看不懂 英文的简单的更复杂的 观念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像我刚才说的字比较难了 字比较长了而已嘛 那你如果懂你就应该全懂才对啊 他是这个人什么人呢 who who带出一个手形容这个人 who就是指这个人 所以我们叫做手 他是我所倾险的 倾佩的一个人 I admire 好 那么who 我们刚刚说过 他可以被省略 所以我们在实际上是看不到这个who的 就像你的原文上面是看不到who的 可是因为有六个符号的观念 我们在这个位置 请注意 他的手还是在的 因为子句一定要带出一个手 只是这个手被省略了 他人虽然不见了 这个who算不见了 可是他的精神还是在这边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仍然要把它视为一个单位 所以我们在念英文的时候 叫你这样念 she is 这是第一个 the person 第二个 第三个 I admire 这样子念你才能够清清楚楚 同样的 这里虽然没有线 其实各位 你英文看久了 你就会发觉里面都是线 就像一个美国人 你叫他听英文 他一定这样念 she the person 然后再停一下 I admire 这一定是这样的嘛 因为他的思考就是这样子 而绝对不是把字念完 she is the person I admire 这根本是有声音没有思考 所以有时候你说出来的英文 对方不一定听得懂的 那么我们看完这个子句的手 这个也是可以被省略的 省略 可是他的精神还是在的 他仍然是在这里扮演一个带出子句的角色 只是他现在暂时被省略掉而已 那么再来就是最后一个叫做分词构句 我在刚才已经略微提了 现在我们再提一次 I was confused 我是很困惑的 各位看到这就是我们标准的主词动词 I was 然后看到这边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所谓的分个线 就叫做这个confused confused叫做困惑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二三 好那各位刚才我说过将来看英文 他当然没有限 可是对我来讲就是限 然后右边呢 又是一个句子 叫做I didn't know 我并不知道 并不知道什么呢 可能what带出来一个死句 带出一件事情 what offense 什么样的一个攻击冒犯呢 叫offense I have given her 我曾经给她什么样的冒犯 我到底哪里得罪她了 的这个事情呢 我不知道 I didn't know 好那各位 这两个句子 是不是主词都一样 困惑的是我 不了解的也是我 所以我把后面的我给省略掉 那么动词就要改成ing 所以我就变成ing了 好那他既然不再是动词 当然就不需要这个主动词的did了 did也不见了 就留下了mot 所以就变成not knowing 不晓得不晓得什么呢 what offense I have given her 各位简单的再看一遍 你真正看到的英文就是这样子 一个字一个字 完全没有任何的记号分割的 所以说实在要读起来 是很辛苦的 因为它跟我们的中文观点 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如果有六个符号 像一个学步车一样 这样子的东西先给你用 你先学会了走 你再把这个学步车挑掉 你就发觉你走路很轻松了 相反的没有这个学步车 你就直接上去走 难怪好多朋友走的跌跌撞撞 到后来撞的他都不想再学了 我们再简单的看一下 I was confused 我好困惑 not knowing 我并不知道 我不晓得 不晓得 what offense I have given her 我到底在什么地方给了她冒饭呢 得罪了她呢 我们再看下一句 This is the car made in Japan 好这是一个标准的形容词 直语变成的分词巨构 各位请欣赏 This is the car 是不是出现三个字 三个字出现之后 再加上去的字就是衣服 这个地方本来应该要有一个which which在这个地方才对的 那么有了which 带出一个形容词子句 后面因为是被动语态的形态 是被主要B动词加上去 这是被制造的 在日本被制造的一个汽车 which被省略 意思变成BNG BNG也可以被省略 这个就回应到我们刚才的 这一个faces 有没有 你应该去看那个脸 那个脸呢是dear to you 后面翻译前面 所以同样的 这里是后面翻译前面 只是这里是被的意思 被制造在日本的 这是一辆在日本被制造的 汽车 可是各位看到的英文 我说过 没有任何的记号 也没有任何的分割线 不过我们的分词就是一个分割点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分割 这是一辆汽车 在日本被制造出来的 最后我们再看到这个 副词子句改成的分词句句 when having time 其实它本来应该是 when I have time 当我有时间的时候 I study English 我就读英文啊 好 这时候各位看到这个地方是 我 有 这是标准的主词动词 在子句里面 因为这个我 就是后面的我 所以把这个我给省略了 然后把动词改分词 动词改分词 就变成分词构句 所以就变成when having time 当有空的时候呢 我就读英文 所以各位很简单 这就叫做最后一个记号 六个符号的分词构句 一共简简单单的六个符号 把英文分成一小节一小节 让大家一看就能够懂 能够记得住灵活的运用 所以读到这样子 才会有成就感 所以希望六个符号 这简单的六个符号 能够帮助大家来学习英文 字幕志愿者 杨树